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你们说到什么题目呢 什么都说 特别是说到有位女士说出来 我都笑出来 我也有说过 你也批评了 这是施政报告 特首说希望听到大家的声音 我都觉得特首的录音和录影片段的语调很奇怪 他说是挺像追求美女的声调 稍微觉得轻挑了一点 这样也听得出 最后一句 听你们的意见 是很奇怪的语调 我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我做监制 我就不收货 说起施政报告 我想看一看新加坡 董之英 我觉得我们今天一定要讲 主题 或者说董之英报名暴漏 搞到校长出来声来俱下 之前说一说新加坡 新加坡国立大学 底下有一个挺有名的管理学院 叫做李光耀 公共政策管理学院 他们好像一年四天 结束了 有一个叫Festival of Ideas 这个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学院 就请很多人 在世界各地来 包括新加坡自己 一年多天 就讨论当前 他们觉得 在公共行政上 一些主要的议题 今年 其实已经是第四年搞的了 有214个讲者 我知道香港有一些做传媒的人 都过去主讲一两个 关于传媒的未来发展趋势 那类的 有八十多个不同的环节 然后有五千多人参加了 你可以想象一个很大型的研讨会 即是同事说不同的 真的是盛事 是的 盛事 盛事 他们今年 这个管理学院 李光耀 公共政策管理学院 那个主题 就叫做 Navigating a World in Crisis 即是在一个危机满部的世界里面 即是怎样 怎样 navigate 怎样去航行 怎样自处 是的 那就是 枯枯提 就是Transforming Governance Through Ideas 那怎样去改善 就是改良公共政策 是透过一些新的意念 嗯 其实老实实 这个Festival of Ideas 这种东西 就一点都不真 英国有大学 加拿大这里有大学 名字都是这样叫的 但是在香港我就没有听过 即是没有听过大学用这个名字去教 其中呢 就是剑桥大学都有的 比较出名的大学里面 他们就作为一个 就是最近那次 他们的主题 就是在文史 和社会科学 就是这个做主题 这样去做 我特别想说 就是施政部队有什么关系 跟这个 没有直接关系 但是呢 就是现在你 就是每次走出来 我们都说过 就是 我觉得 没有效的 就算你说特首不用哄女孩的语调 是 用一个正经一点的 就是 你用哪个语调都好 你叫别人 一起拥抱未来 什么意见 这样 我觉得是 没有力的 没有力的 就是 我说过 其实应该变回来 是政府有意见 有东西想做 拿出来 是 这样 问大家应该不可以 具体一点 政府带头的 抛砖引用 我们经常都说 是 是啊 不是好 不是好 可以 我提了这么多次 那些官员 那些旧同事 都没有反应 就是 起码他们觉得 不行了 再说也无谓 但是呢 我觉得新加坡 这次李光瑶这个学院 那个做法 其实是没有他可以学 这次已经太迟了 十月都已经讲了 才没有他要 我觉得再来一次 下一次 就 委托 中大也好 港大也好 港大啊 现在港大 公里 在外面笑着 自己大学的管理都搞成这样 是 你怎样教人管理呢 嗯 好了 那可不可以找香港大学 就好像 新加坡国立大学那样 就做一个 类似的 Festible of Ideas 就是将 设置不同的题目 你 譬如说 人口老化 什么那些 AI 社会当前管理要处理的问题呢 其实都有涉猎 是 然后找外国的专家 他们的学者 找一些政界的人 还有传媒 就坐在一起 跟着呢 去讨论那件事 怎样可以令到 国家的政策 社会的政策 是更加有效 人家的经验是怎样 新加坡的经验是怎样 其实我们 这样反而 是可能有些事情 谈到出来 是 是 你现在看 是这样抛出去 你喜欢就讲 如果有 有一个动机要讲 那些呢 譬如说政党 老老实实 他们要讲的东西 那么多年 你觉得他们还有什么新意 有新意都应该讲 只不过呢 是再讲出来 这次这个环境 看下呢 政府听不听得入耳 政治压力够不够大 又或者是各种理由 其实 不是因为这样呢 是提供了 施政的效率 或者水准 不会是因为这样 拿到什么 我看起来 至少 可能会有 突然之间 有一些 很亮丽的意见 都不认 但是就不很有系统 还有我就觉得 现在的施政报告 的资讯呢 失效了 没有用了 就是不要浪费特首时间 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 也不要浪费 大气电波那些时间 再跟你去宣传这些东西 试下想一下 具具体体 你如果真的找到五千多个人 四人 有二百多个讲者 八十多场 去讨论不同的范围 你说龙屋也好 人口老化也好 人财流失也好 基建 人口老化 什么医疗系统 什么都好 那个讨论 和那些意见 我觉得会深入一跌 因为你那些人 亦都是 大大话话 都在一个管理学院大学里面 出来说话 他都要做足准备 都要想一下 那反过来 这次呢 我觉得值得特别一提 就是其中有一个部长 是负责 是 负责 资讯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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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这个场合里面 提了一个意见出来 其实是做的 其实新加坡政府 已经在做了 准备立法 修改法例 改什么呢 就是 我想我们早上都应该 面对这个问题 就是 网上高 我们经常说的 那些深藝 就是说 我拿了林毓华的样子 接着呢 就配他 做什么都行 你想说什么 就说什么 现在的韩国女星 就是最害怕的 其实很多政府都已经处理了这个问题了 尤其是在政治上高 就是在选举上高 那新加坡呢 就已经之前有些立法 就管了假新闻 就是那类的 那类的 今次就走多一步 就说要修改法例 就改到 改到 改到那些选举法 就是 那些候选人呢 就是要 如果牵涉到 因为你不能说 不让别人用 用 deep fake 譬如我做候选人 我找到 就是 哪个都好 对方同意就可以了 出来就是 帮我做什么 上天落地 人是做不到的 但是 deep fake 在网上公司是做到的 那些发生全面 其实是没有坏的 所以你又不是应该说 禁止了这个科技 是 但是他们想禁止的方法 就是说 就是要声明是一个 这样的技术 产生出来的信息 要说 要解释清楚 要 flag 是 嗯 嗯 是 要说清楚 是啊 更加 你不可以 是 没得了一些东西 推作假 更加不怕 他们就是说 震这个机会 就是说 推销这个修改法例 那我觉得 是挺好的 就是 你政府 在施政的范围里面 改法例 是一件大事 这是政府很重要的功能 对吧 我不知道 他在施政的范围里 改造这些事情 就是在今次的范围里面 被认识 有个普通的路程 就是这些事情 大家进入了很久 有 有 这些东西 都会用 前年三个方式 我认为 我认为 没有人用 但是 不知道什么时候用 这个科技 其实是 简单到一个学生 坐在家里面 你懂得找那些APP 可能两分钟 就已经和你做了出来 是 就是会有这样的 有这样的现实在 这个是其中一件事 譬如看很多 讲的地缘政治 地缘政治里面 只不然提到 就是 中国和美国的角力 他们就比较多讲 今次多讲 东南亚 即是阿西人 他们是新加坡自己 在这样的环境内 应该如何自处 如何自处 有什么影响 要做什么准备 甚至 就是 中国 和台湾 中国和鄰近地方 就是 那些 就是 领土的争议 各方面 都会 即地缘政治 是会影响到 国家施政 对他们来说 那是怎样 尤其是中美之间 是怎样做 我们 其实都面对同一个问题 嗯 即我们可能 比新加坡 更加切身 都不定 是不是 程国基 刚刚也要说 如果被删 我们那些 驱外办 经贸办 怎么办 他说 没有所谓 驱外的经贸办 DTO 他说 这个说法 是有些问题的 当然有问题 有时就 骂到 骂到 外面和议员 别人 为什么提出这些 这些法案 什么 有时就觉得 爱你不利 就会 没所谓 可能是 傾生与常局 有点不方便 没什么大影响 但他这样说 否定他 他以前的同事 设立这样的系统 这些 是的 所以 我经常说 就是 面对这些 你说排名也好 什么也好 那个立脚点 要想清楚 才说第一次 是的 你说一说 因为形势 而论调 要说的内容 也算 那就不好看 前言不对后语 其实不是不好看 很难看 很难看 你的威信去了哪裏 觉得 我们的官员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就是 会不会 觉得 都 改变不了 改变不了 外在的事实 改变 改变 我们的态度 我不紧了 我今晚不紧了 我输了 我输了 我还不紧了 这个球赛 是这样 我想说 自己欺欺人 可能就是 是的 这些东西 我觉得 他其实不是可以 正正式式的 是有系统地 找一些专家 专人 去做 专人在哪裏 在大学 我不是说大学里面 一定有很多意见 很好的意见 而是由他们去带头去做一个有系统的深入的讨论 嗯 嗯 现在 其实 这个可以一鸡几尾 Peter 施政报告 可以在这裏拿到料 你可以 是当 旅游城市 都这样搞都行 五千多人里面 我还没看到有多少外奔 我当他一半 那才算 都很好 有二千多人来开这个会 是不是 那里面 还有 一些意见出来 你又可以说好香港故事 嗯 因为这个 即是李公耀 这个 公共政策 学院 他们宣传这件事的时候 一直说什么呢 就说 其实 他们的学院 即是新加坡 在很多 施政办法里面 其实很多外面的国家 外面的官员 就透过他们的学院 都来 向新加坡取经 哇 厉害 是的 大施级 是的 大施级 过程里面 同时就说好 香港的故事 可以 我刚刚看到 陈指思又说 我们是 外面的传媒 即外国传媒 报道香港的时候 的时候 就是片面 什么 就要说 说好香港故事 又是说 旧调巡行 是 不知怎样做到 即是说要在外面 说好 唱好香港 是 很多人都说过 但是不知怎样做 不知怎样做 第一件事先 就先不要骂人 建立一个良好的关系 原来要为了别人 你如果要去外面 在别人的墙里面 在别人的国家 别人的地方 要求别人的传媒 别人的政客 跟你说好你的香港故事 很难 给时间精神 去听你说香港的故事 都很难 倒不如 就是 反过来 在香港自己做主场 你请你觉得需要的人 就请他们来 接着是大家交流经验 交流经验的过程里面 自然就会说出香港的故事 你说突然之间 是讲一些题目 是讲国家安全 讲采访自由 那就无谓了 我都觉得无谓了 但是很多实实记记 这个是公共政策的范围下 就是讲医疗房屋教育 人口老化移民 如何吸引人才 有很多题目 可以开 而是香港 是有自己的故事 讲 亦都不需要说我聪明了 亦都听听别人 有什么好的建议 好的就学 学一下 学一下东西可以 对吧 我经常都很想 我们房屋政策的官员 讲清楚 最近这几年经常都讲 要他们的居民有个幸福感 在公共房屋里面生活 如何有一个幸福感呢 我到现在看不到 经常都说他们制定政策的时候 就把这些东西加进去 我看不到 看不到有什么 真是帮助住在公屋里面的市民 真是幸福感 幸福感 不算了 马会派彩高一点 可能实际一点 哈哈哈哈 所以 所以国庆都要加码 哈哈哈哈 这个我觉得 这个festival of ideas 这个值得想想 而我的建议 就是把它变成施政报告 这份就迟了 再下一次 是不是最后一份 已经 差不多有到选举了 应该就是 这样做 也同时是帮到香港的大学 未必是香港大学 有一个这样的成事 你也会被人觉得 你重视知识 重视知识 不是说 不如你给我意见 我听到的 你就自然在施政报告里看到 我又不需要回答你 我收到什么意见 是不是 我也不知道你听了多少 但是正正式式 有系统 找一些教授 找一些学者 用一个公务员 我们有一个公务员学院 其实 你说不让大学 由他去搞 我觉得都可以 不过 未成气候 他都未建立他的权威 现在只是说一些 认识国民 认识国家的意识 比较多 比较多 这么说 中文大学 快变成校长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 等待大家 出本重温声音下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订购支持